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赛迪 我是赛内加和法国混学 在赛内加长大 到法国读大学 大学毕业了以后 直接到中国 上海生活了两年 现在我在杭州已经待了快四年 在杭州找到了一个工作机会 然后觉得这个城市也挺好的 比较怎么说比较舒服 然后我老婆也是杭州人 首先我觉得他们第一次 从来没接触过橄榄球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这个球有一点奇怪 然后看到了装备以后 就是头盔肩脚 他们都觉得很酷 上了肩脚头盔开始练起来 他们都会觉得很好玩的 所以这个体育项目的信力比较大 每个小孩子都会 找到一个 适合他个人的一个位置 因为橄榄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位置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 这也是美式橄榄球的美丽 我觉得 对啊完全可以 只是一个推广的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 知道橄榄球的人多起来了以后 很多很多都会觉得很好玩 很好玩 不只是小孩子 但人也有 只要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 让他们试试看体验一下 他们就会有兴趣 我相信 我是比较strict 但是 很fair fair 公平 比较严格的但是很公平 我自己很喜欢美式橄榄球 所以我也会 在训练中 就是我也自己会high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项目管理 不只是在教学 教案这里 要去做 我们也需要去找更多的一些场地 还有哪里去太过 太过装备 也还有就是怎么去培训教练球团队 还有很多就是对橄榄球 橄榄球这个行业的一些知识 也要跟我们的团队去 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分两半 一个小半 还有一个大半 小半是上午 他们是三岁到六岁差不多 然后大半是七岁到十二岁 最小的也可以 但是方法不一样 三到六岁的话 我们是游戏为主 很多各种各样的游戏 让他们接触橄榄球 然后到他们大一点 可以加入这个班 上装备的 然后可以练对抗 对 将军队是因为 你觉得吗 你有没有想 有没有想法 能不能猜得出来 在杭州很有名的一个将军 古代里面的 岳飞 就是岳飞 因为岳飞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城市里面 如果能去一个名字 能够代表这个城市 我觉得是最好 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 但是那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杭州不是有一个叫片尔川 比较有名的 对 所以都吃过的 杭州特色都吃过的 我很喜欢龙井 龙井 特别是下雨天 我喜欢去山上 爬山 然后 就是 跟家人一起 逛龙井 CGCD